我们真的很辛苦很艰难的才走到今天 你付托与我的向灵约舍 我没有让你 湘明音乐社这个晚上在百年古上 呈现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乐 男音 演奏古风古韵的乐师 就是那么年轻的团队 我叫袁李敏 Cassandra 今年26岁 我是肖明贤 今年24岁 我是林明一 今年22岁 我的名字是肖明风 今年21岁 我是谢锦翔 今年26岁 我是李彩霞 今年25岁 香陵音乐社在本地弘扬的南音远自宫廷 历经千年流传到泉州 唐代雅乐辗转成为闽南的乡土音乐 香陵几代人为了传扬古老的乐种 备偿艰辛栽培年轻的队伍 终于把男音带到国际舞台 香陵保留古岳遗风的表演形式 在世界级艺术殿堂深获好评 如此傲人的成绩背后 隐藏的是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往事 起初学院男人的时候 也不是说真的对男人有兴趣 也是想说帮妈妈 就是在香陵可以帮忙多少 就帮忙这样子 就希望 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地帮助她 每年农历九月的这一天 当游客们都离开了鲑鱼岛 香陵音乐社的团队 这时才来到岛上 我一岁开始 我妈妈每次会带我来这边 小时候的时候 只是来这边玩耍 但是到了现在 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来这边演出 当我年轻时 我跟着我妈妈来 做一些奖励 回到鲑鱼岛 我从十二岁开始 就跟马真树来故意祝导 那为什么会来呢 因为他在大不公面前 许了一个愿望 他说如果让我愿望达成的话 我每一年都来唱南音给他听 所以我们从那时开始 每一年九月都会跟他一起过来 鞠躬 四十年前许下的承诺 大家一直坚守至今 马成叔到底是谁 他当时许下了什么愿望 他和香陵又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我是丁红海 项业社社长 在1994年接任 但是至今一共二十三年了 我父亲丁马真 他是1916年 在泉州东海当初世 当时他在工厂当学徒 然后他有南音师后 很欣赏他 叫他学习南音 然后他当时也兰发颜装 客串表演 他十八岁就下南洋 因为他当过很多工作 客口耐劳 后来就处理 然后可以创业 成了公司 然后在1970年代的时候 就加入了香陵业社 七八年就担任了 银业社的社长 在丁马城接任社长的70年代 南音其实已经走向了没落 但他毫无气馁 重振南音 主办首届亚西安南音大会奏 实行改革南音 自创新曲 对弘扬南音做出重大的贡献 他在1987年的来症 所以他在1992年 身体不见的直觉不行了 所以在当时他就决定 选逼承担重任 接任这个社长这个职位 我是王碧玉 今年51岁 江陵乐社执行总监 我12岁就参加江陵 至今已经39年了 26岁 扛下丁马城委托的重任 碧玉才深刻理解到 弘扬南音 原来是那么艰辛的漫漫长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当社长 可能他认为他所留下来的这些创作 还可以继续地发扬广大 或者是我可以帮他保留下来 碧玉和湘灵音乐社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 他的母亲是南音的活跃分子 两个儿子也是湘灵的首席乐手 一家三代连同不离不弃的团友们 为了传承南音 始终无怨无悔的私足相合 感官别宴是湘灵音乐社 筹勿经费和庆祝狼军弹的常年活动 他以创意宴席 茶品 男音表演和售卖产品来筹募经费 丁老先生在的时候 每一年的狼军弹 他就会拿了一个捐款的布纸 他就自己先写 丁马城捐五千或者丁马城一万 然后接下来他就拿了这本布纸 就去给他到处 就给他的朋友说狼军弹的你要捐多少 来支持湘灵的老一辈越来越少了 我们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有一天这个狼军弹就没有掉了 我们要换一个形式 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做成是一种感官别宴 除了吃欣赏节目 还有茶 就是无关的体验 感官别宴已经步入了第九年 自从碧玉当上社长后 经费一直都是棘手的问题 碧玉的母亲绝没想到 三十九年前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去学男音 碧玉的人生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 我的名字叫吴文娇 今年七十七岁 我在湘灵已经有四十年 现在职位是名誉社长 我住在那的Korstic的时候 我旁边有一间卖金店的老板 也是江陵的老肺炎 每次都是在他们的金店的后面 做音乐 觉得很好听 我就问他说 我可以带个孩子来学吗 他说可以啊 这我们女儿就跟他们学习 因为那个时候比还小 我就是忙忙马上出 卖票 做这些换灯之物 就是我在做的 要出国负责财政 其实我很小就对表演艺术很有兴趣 当我进来湘灵的时候 我觉得马成树这个社长很有威严 然后他很爱护我们这些 学男音的艺术人员 对我也特别的照顾 每次当我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会很早就会 就在我家楼下等 然后带着我去看医生 碧玉为了不负仙人所托 把两个儿子也引进了乡林 他坚守使命 决心让男音代代相传 起初学男音的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对男音有兴趣 小时候外婆就会用零用钱 鼓励我们学男音的小乐器 所以那时候因为弟弟可能比较小 所以比较听话 然后把外婆叫他学的时候 他都会去学 但是我就没有什么去理我的外婆 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想要学 但是后来我外婆就很鼓励我们下来 她就会跟我讲 每天五毛钱你来练一下 一块钱你来练一下 后来过了一阵子就慢慢爱上了这个艺术 明贤和明峰开始认真学男音 不完全是受到外婆的影响 当中还有很多的不舍 毕业担任社长 当时因为他很年轻 才26岁 社会历练也不够 所以很多来辈的 因为我们华人观念就 社长都是要选标 连级比较大的 所以很多反抗的声音 我在上任的时候 其实我有被人陷害说我是亏贡款 然后把我告上警察局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写了很多信 就寄给全新加坡支持乡林的机构 或者是记者 这封信是写说现在乡林给这些年轻人 做到乌冤瘴气 不到三个月可能就关门了 其实我在接手的时候 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了 然后人事 马陈述在的时候 因为他有能力去承担这个经济 所以他走了之后就 其实是很现实的 就人在人情就在 人不在人情就没有 因为经济困难 所以都一年里面都没有拿信息 也没有跟家里的人说 所以后来被发现的时候 当时家里的人是蛮生气的 因为他说 哇 你这样子你是疯掉了吗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水电每个月都要来割 因为每次被一桌上库 怎么你这个怎么没有教 怎么没有教 都每次都上法庭去 那时候我们下来 每天就是纯粹就是玩而已 但是每次看到他回家 都会默默地在房间哭 回家还要面对我的爸爸 然后每天就一直哭 那时候我们还小 没有多大的想法 也没有办法去帮忙他 Credit Card Bill 每天都叫我们下去 镜像那边 骗起来不要给我爸爸看到 我们都看到香菱这么辛苦 他怎么一步一步地 把它弄得更好 所以就 我们就变成有这个使命感 要怎么把它继续 从小就是看到妈妈在这里 然后这里的长辈 把这些责任 然后都靠谁 都放在我们身上 所以都会觉得 有一个责任 就要帮忙 毕与这么辛苦 那我们就 一起就是承担着责任 94年就被推荐 成为社长 那毕与跟我兑换 角色 就他为副社长 到现在 毕与当上副社长之后 香菱在2006年 又陷入了经济危机 面临生死抉择 到底是关闭 还是再艰难 也要往前走 后来呢 我们就选择了 还是要继续下去 我们从楼下的会所 搬到三楼 下面出租 收租金来 解决难眉之际 我叫林少林 我在香菱担当的职位 是艺术总监 我们不够钱 来维持老师的薪水 所以我们自动的减半仙 就是大概有一个半年的时间 毕与跟我 我们都是拿半仙 甚至我们还要 在那个时候 我们要面对被裁 这个晚上 香菱音乐社 受邀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演出《御前清课》 与古老男婴相知相遇的 是古艺盎然的浙江古宅 明清风格的古建筑 想起男婴 纯正古朴的雅韵 要驾驭号称 音乐活化时的男婴 越是必须拥有扎实的功底 香菱就曾经为了开创新的艺术格局 打破传统男婴风格 而搞得遍体鳞伤 我们也曾经很超前的 走到很远去 那么这个过程中 应该也有被别人丢臭鸡蛋 或者丢石头 当时真的是给很多人 丢了很多的鸡蛋 所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反省了 因为我们缺乏男婴的基本的功力 所以是在表演过程中 我是掌控的不是很理想 2010年 香菱音乐社 获得国家活动基金的资助 决定把年轻团员都送到中国泉州 向男婴师傅蔡维彪学习 在男婴之乡进入了两个月 大家的水平显著的更上一层楼 我们的Foundation打好的话 别人就不会这样质疑我们 能不能把它创新 团圆的男婴功底 从此更加扎实了 艺术造诣也突飞猛进 加上大家相知相惜 锐意革新 香菱的作品越来越让人惊艳 这公认的成绩 极大的鼓舞了 热爱男婴鼓运的年轻团圆 不过在喜悦的氛围里 冰鞋和冰峰 还是感受到一股亲情的压力 刚接触男婴的时候 我们责任只是说 学男婴表演这样 所以当我们长大了之后 就会有其他的一些责任要负责 就是像我现在是项目经历 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摩擦 可能因为跟妈妈跟他们那年代的 还有少女老师他们做事的方式 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通常都会跟妈妈吵架 有时候就有一些小小的冲突了 我们就会吵架 因为不同啊 他们坚持他的立场 我也坚持我的立场 即使偶尔不顺遂 他们身边幸好有支持和了解的人 冰鞋和冰峰的女友都是相邻的团圆 他们不是福建人 却对福建男婴情有独钟 我是海南人 最后来的时候是先学唱 所以碧玉老师是我的老师 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 然后我们用汉语拼音注上去 然后背 我是广东人 所以学起南音诗会比较困难 因为我中文都已经不大好 然后现在要学闽南语 所以林老师跟毕丽老师 他们要慢慢地跟我们坐下来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 然后就要学汉语拼音 凭着毅力和决心 明依和彩霞打破了极冠的隔阂 成功地跨越了南音的门槛 走过四十年崎岖岁月的香陵 在踏实传承雅跃的过程中 也勇于摸索创新 为古老南音谱写出新的意境 香陵也走出本土 在国际舞台上 让传统艺术大放异彩 今年他们还从二十个艺术团体中脱颖而出 获得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的首个团体奖 我们真的很辛苦很艰难的才有走到今天 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再次以热恋掌声恭喜江陵依月诚 非常感动 我们终于被肯定了 既激动又沉重 这个奖不是你现在有成绩才拿到的 我说的是要几代人的努力 你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今天的成绩难免让人感怀丁马成 为弘扬男音付出一生的奉献和苦心的铺垫 我要跟我父亲说的是 时间过得很快 二十五昨天就过期了 那我们这段时间 他也是见证了我们 在逆境中怎么去克服问题 那学习他这种无畏精神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交差了 马成叔 你付负于我的奖页约社 我没有让你 我相信我妈妈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有没有人接班 想跟他讲的就是 可以放心 因为 会继续 就是说我会继续找一些接班人 就是帮他打力一个更好的一个队伍 把男音带到另外一个境界 四十年前 丁马成在大伯公面前许下什么心愿 乡邻团队心中有数 大家每年依然会到大伯公廟 为丁马成还愿 不知有才能 agre清理 我發言 他心里 不知不知 我发言 不知不知 有家人 不知有真的 在大伯公πό 都在那一表 在motiv公里 你产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